社会对我们这类的人最大误解就是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异类 就是一个无法融入社会的一个群体 然后很难相处 就只能生活在精神病院里面这样 对 其实我觉得不够包容 因为我之前上一段工作 虽然只做了一个月 但是就是我看到他们合同上就写的是 不允许精神病人就是有这份工作 就是我当时看就是可能也能理解 但是心里很不舒服我觉得 那他们知道你的情况 当然不知道的 我怎么能理解的 当然是是还能理解的 也是啦 是有点难党的 所以我觉得你别人可不是那样的 是一定要去讨论的 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你不去做一些事情的话 那这个群体可能就不会被人家看到 很简单 如果你找工作的时候就这么写了 你就得不到这份工作 对 因为你这么写以后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 是不是跟你去工作会有一些麻烦 或者甚至是说 你会不会带来一些 比如是不是我们可能公司要给你 报更多的商保等等 就是各方面的一些担忧 而这些担忧其实很多跟偏见有关 我会不会给你做的那些担忧